大家好 我是小胖瑜 歡迎光臨我在這次數目親子遊學的學生宿舍 登登 這次呢我挑選的原學校是CIEP 那當初會選擇CIEP是因為非凡的顧問跟我說 CIEP是一間特別適合親子遊學的女學校 因為它是數目為一間專門針對18歲以下的青少女所開設的女學校 那它是不會收18歲以上的學生 除非你是家長陪同小孩來上課的 所以我覺得以安全性來講 那算是很符合我的考量 學生宿舍是指提供給親子遊學的家庭所使用的 那CIEC它也有校內的宿舍 這是屬於校外宿舍 各有優缺點 在旺季跟單季的時候 都有巴士可以專門接送你到學校 那這個車程大概只有兩分鐘 像現在是旦季 基本上只要我隨時需要用車 我就隨時可以跟門口的警衛講說我需要車子 然後請他接送我到學校去 旺季的時候呢 就是在等車的地方有個校車時刻表 就是在看著時刻表 要上課的時候就去搭車上的那樣就刻一刻 所以我覺得算是還蠻方便的啦 那如果你平常不想要坐校車 其實走路大概三到五分鐘 也可以走到學校 校外宿舍有分成雙人房跟三人房 那我背後呢就是我最新住的 第十號別墅 所以我們一起站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那大家看到這邊的環境是一樓 一樓這邊就是有一個客廳 然後有一個用餐的桌子 還有一塊白板 還有一個廚房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白板呢 那我再帶你們來看一個更特別的地方 我們看看這個房間的門上寫什麼 這個房間呢是 CIC提供給每一個住在校外宿舍的家庭的神主牌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它其實是在每天晚上的九點半到十點半 會提供給每一個家庭的青菜 那這一小時的時間 可以讓住在這邊的老師跟你的孩子們一起做互動 不管是英語教學 或是你今天上課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學問這個老師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team time 根本是給家長的青菜 因為我很少有深夜時間 有一小時是專屬於自己媽媽獨享的時間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蠻棒的 小孩不僅可以學得很開心 然後我自己有一小時的時間 可以好好地放鬆做自己的事情 當然這一塊是廚房 不過基本上我很少用到 因為學校它基本上就是用三餐 我只有偶爾晚上想要吃一些加湯袋的泡麵的時候 可以使用到這邊的熱水 然後它還有微波爐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的儲具可以使用 好 那我們上去二樓房間吧 走 那在二樓呢 有三間房間是一號二號還有三號 那我們這次來看看我們這隻住的房間找什麼樣子吧 接下來呢我們先看到這個是第一個房間 那之所以會有兩間房間 是因為剛好現在是淡季 我當時註冊的時候是註冊了三人房 就我跟我們家寶 我這樣子我們都三個人 可是因為剛好現在淡季的關係 所以住的人比較少 那學校就是給我兩間連通的雙人房 我帶回帶你們看看另外一個房間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房間我是來當主要的房間 它有兩個單人床 兩張桌子 一個桌子我是當工作的桌使用 那另外一個桌子我是當化妝桌使用 那我覺得最棒的是它提供一個非常大的衣櫃 可以放這麼多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衣櫃你們裝什麼 就是它衣櫃的房間其實還蠻寬敞的 哇 夏天的衣服 因為基本上它在FREEBIE都是夏天 所以你帶的衣服都不會很厚 所以一定很夠裝 然後它這些衣櫃啊 是上一個房客留下來的 很方便 所以我也會留下來 當恩典牌給下一個住客使用 然後我要給大家看這裡 這是我的零食櫃 有很多泡麵餅乾 有很多這些絕對列入必備的小物清單 因為你一定會很懷念台灣的零食餅乾 所以這邊的美食真的非常少 每天下課的時候我都會在這個地方工作 那我覺得蠻棒的一點是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邊的網路很差 可是學校宿舍的網路非常的順 它在每一棟的別墅外面的房間 會都會有一個Wi-Fi 專屬你這棟的Wi-Fi 所以我的網路基本上每天都是滿格的 網路非常的秀 我覺得這件 在 那床的部分我是把兩張單人床合併 其實學校是提供兩間雙人房 但是因為小朋友都不敢自己睡 所以他們是跟我一起睡 所以我們就三學期一起在這裡 那我建議大家必備的小物是這個 或是你有自己習慣的床單床套組 可以自己帶過來 因為畢竟你要在外面遊學的時間蠻久的 如果你有習慣的東西 習慣的床組或是衛生問題的話 你可以帶自己習慣的床單床組過來自己使用 晚上睡得比較舒服也安心 那大家有看到這兩個籃子嗎 學校很棒的服務師 他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 你可以把你的換洗的衣服拿到房間外面去 然後你只要填這個單子 然後在單子上面寫好說 你有幾件T恤 幾件外套 幾件長裙 然後放到外面之後 洗衣服的人就會把你把籃子收走 然後如果天氣好的話 當天下午四五點之後 你就會有新的乾淨的衣服 洗好放在你的樓梯間囉 接下來我們來到浴室 浴室呢 它有兩個門 那它是連通兩個房間的 那我覺得浴室有點很棒的是 它有一個超級大的化妝鏡可以使用 然後我覺得 CIEC的整體環境也許它並沒有到狠心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些 魔鬼藏在細節的小貼心 有些設備啊都有點舊舊 就我們快要敗掉 可是像 它既然有一個CIEC專屬的熱水器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有跟廠商訂做 我覺得 這次有學整體使用下來 我沒有一聽覺得水壓是不穩的 而且水溫都很固定 然後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的浴室是乾濕分泌的一個門在這邊 然後進來看一下 像這個 蓮蓬頭 很貼心的是 它竟然是使用那種可以過濾的蓮蓬頭 那我問他們的中國經理說 欸你們怎麼會使用 是只有這個房間特別有這種蓮蓬頭嗎 他說他們每個別處的蓮蓬頭都是這一個 因為Ferry面的水是屬於硬水 那硬水的話如果洗在身體對皮膚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會幫每個房間的蓮蓬頭都換成這種 這真的是魔鬼藏在細節裡的小貼心很不錯 那我要提醒大家要買的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就是沐浴乳 潤髮乳還有洗髮乳 這些你都可以在這邊的賣場買到 或是你從台灣自己帶 然後像這些毛巾都是我自己從家裡帶來的 學校不會提供喔 所以自己要準備 然後我很建議媽媽們一定要買一個這個 包頭髮的快乾髮巾 真的會幫你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那建議大家一定要帶的就是吹風機 因為Ferry面的店家跟台灣不一樣 上網找一個旅行用的吹風機 像我這一塊就是在蝦皮買的 大概1200到1000我就可以買到了 風力非常的大 最近大家買一個 那這個房間就是溫家寶的房間啦 它比主要的房間小了一點 我主要是讓他們兩個人在這邊使用這兩張書桌 那他們會要這個書桌的時間就是 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或是他們下課想要攤完看一下配配豬的時候 那這邊有一個小冰箱 兩個房間各有一個 那我主要是放他們的牛奶 還有一些我自己從這裡帶的 竹花狗型的茶飲 那牛奶會使用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平常 早上的時候 雖然學校提供三餐 可是他們早上的時候會 吃不下太熱 他吃不下學校的早餐 那我就會買牛奶 然後去賣場買一些 巧克力果片或是脆片 給他們當早餐或是小夜吃 好啦這次CIEC的 學生宿舍介紹和旅行必備小物 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到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一一的回覆喔 想要看其他任何有趣的話題 有學的事情 都可以跟我說 記得追蹤訂閱 小胖贏的話叫人生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